美国私立高中选校和申请 第二,很多人办移民是为了孩子,关心孩子的发展 所以我们的公众号也有一些游学等等这方面的内容 然后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增加更多的这方面的信息 我们具体讲一下,在美国读高中的优点肯定不是适合每一个孩子 我本人是经过高考从中国的一所普通高中,然后北大本科 后来在美国我读过研究生院,也读过法学院,有PhD和JD的学位 平常我们周围的朋友圈子里面也见过很多在不同阶段到美国留学的 这个肯定各有利弊 从另一方面形式也在变化 尤其要讲一下申请美国大学本科要求以及最近的形式变化 那么大家知道吗,美国不是通过统一的类似中国高考一样的分数录取 一般来说有四项 第一呢,中学阶段的成绩 GPA,这个要看平时成绩,不是由一次考试来决定的 当然了这个GPA和你选什么课程,有没有什么AP课程等等都相关 还有标准化考试,比如说SAT或者类似的ACT等等 如果英语不是母语呢,还需要考托福 第三条呢,比如说在学术活动或者体育活动 各种竞赛,文科,理科,艺术,体育都有 如果能够有突出的表现,获奖,进入下一轮等等 都可以在升学的时候,大学录取的时候会考虑的因素 最后呢,第四项呢,课外活动 积极参与有社会组织,作为领导的这个职位 校内的也罢,或者校外的 大的地方呢,说可以改变世界 小的呢,也可以说改变你所在的社区学校的情况 有这以上四点 GPA,标准化考试,学术或者体育活动,还有呢,课外活动 如果在中国读高中呢,那么只有上面的第二项 这个标准化考试直接课别 其他几项都有一些差别 当然你在中国也可以上美国的AP课程 包括SAT呢,现在中国大陆都不能考 需要到香港或者其他地方来考 另一方面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籍的学生 已经在美国读高中,那他们呢,一般都要申请美国大学的本科录取 所以这个呢,也造成更多的竞争 还有呢,就是过去几十年里留学 定居美国的留学生 他们的子女呢,逐渐长大 也要申请美国大学 当然对美国大学来说呢 这些人呢,算是亚裔的美国学生 而不算是国际学生 但是呢,都是有中国血统 所以呢,也有一定程度上的竞争 因此呢,从中国直接申请美国大学本科录取 现在比以前更难 尤其是名校录取 大家知道最近嘛,有不少关于来自中国的商人 或者其他人申请美国大学出了一些事情 那这一方面呢,也反映出家长们希望孩子能够上很好的大学 另一方面呢,有激烈的竞争 如果在美国读高中,有什么样的机会呢? 有两种,如果你已经有美国身份 比如说有绿卡,EAD,各种签证 比如F1,J1 不需要时刻在美国工作 在美国上学或者做访问学者也可以 除此以外呢,如果在美国拿H1B,O1,L1等等 这些签证 孩子21岁以下可以上公立的中学 不用付学费 那么更多的有一些孩子从中国直接申请 那么可以上私立的中学 私立高中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学费比较高 很多学校呢,至少要4万美元左右 一年不包括住宿 然后另外呢,学校还经常组织大家的捐款 那么私立高中的一般人数比较少 有的呢,全校只有几百人 公立学校规模是这个的几倍 大学也是类似的 往往师生比例比较低 然后一般来说不到10比1 10个学生就有一个老师 因为老师多嘛,所以可以达到小班上课的效果 学生得到的注意更多一些 另外呢,毕业生去名校的数量 从百分比来说会高一些 从统计数字上来说呢,在美国读私立高中的学生 只占所有高中生得到10% 但是呢,名校录取 比如所谓的长青藤学校 占到了一小半,将近一半的人数 美国也有很多所思维高中 应该怎么选校呢 当然有重要的一些要考虑的因素 包括学校的排名 不同的排名机构可以综合考虑 排名呢,往往根据学校的学术情况 以及其他的因素 包括被著名大学录取的数字等等 除了排名以外要看什么呢 当然学校的地理位置 也要考虑你想让孩子在什么地方上学 学校里面学生的构成 学校的毕业生的去向 有多少去了名校 有多少去了比较好的大学 有了这些基本的认识以后呢 对一些学校感兴趣 接下来呢,可以访问学校的网站 当然一般来说呢,都是英文的了 然后呢,还可以约时间访问学校的校园 这个也可以包括在学校上课的日子里访问 实际看一下这个上课情况是怎么样的 学校在有学生上课的时候是怎样运作的 有时候也有一些别的对外公开的活动 然后呢,都很欢迎更多的潜在的学生和家长来参加这些活动 看了学校以后呢,比如选定了若干心仪的学校 那么接下来呢,可以申请 大部分申请的可以在网上进行和完成 还有很多学校呢,共用这个申请系统 比如有一种申请系统呢 叫Ravena R-A-V-E-N-N-A 不止一所私立学校 共同使用这个系统 这样呢,申请起来就有更多的便利 对于来自中国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呢,往往要考托福考试 除此以外呢,很多学生还需要考 SSAT或者类似的这样的考试 当然也有不需要考的 需要考试的学校呢,往往是更好一些的 同样呢,你这个申请入学 也有的一直到开学前不久 还可以申请得到录取 但是呢,早申请的 竞争激烈的,一般是比较好的学生 学生可以拿F签证 作为留学生在美国来读私立的高中 一般需要在年底前 比如说我申请明年秋季入学 那么在今年的年底以前 这个申请一般呢,就要在网上来提交 成绩单,来自老师的推荐线 有的个人的材料,过去的学业 以及其他方面的成果,经历 当然了还需要有家庭的财力的证明 我们也曾经帮助过一些学生 取得美国的中学或者大学的录取 那么前面提到呢,很多人办理美国的身份 也是为了孩子,关心孩子的发展 如果有更多的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